今天早上起了高帆比较严重 天旋地转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房间 它只有这一面的窗户的原因 但是我还是决定要把它换掉 要离开这里了 在这里住了几天 没办法今天早上起来高反 走了 这下面的小喷泉开了 这里是离我以前客栈不远的一个儒家 这边是电梯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新换的房间 这个酒店是这样 一圈 房间分布在四周 中间是停车场 就是这个房间 这里比那个客栈好太多了 先看一下卫生间 大床房和双床 它是一样的价格 我就定的双床 可以把我那个双肩包放在这个床上 电视 它这个房间里是有这个质氧机的 我一会儿要吸一会儿氧 前台说三十多块钱一个小时 扫码的 空调 这边就是临街的 这个房间在前台订的话是二百六十多 用手机订是一百九十七 还可以吧 虽然说比客栈贵了不少 但是条件好太多了 我今天在那边起来 有点高反 这是我过来最难受的一次 所以我要换房间 一会儿我吸氧试试 看看症状能不能缓解 就是头疼了 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 比之前那种小头云难受多了 我把这个质氧机搬到了这个床头 放在地上 扫描机身侧面的这个耳末 我支付了一个小时的 半个小时二十五块钱 一个小时是三十八块钱 然后它上面的这个面板就开始显示了 这里是倒计石 我吸一个小时 看看头疼会不会好一点 机器启动以后 把这个夹在头上或套在脖子里 用这个地方对准鼻孔就可以了 挺方便的 一个小时结束了 我最主要是换了酒店 把窗户打开了 这边房间通风好得多 接下来我要自己调整一下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吧 谢谢大家 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